不過這個地方可能就是要多學一個如何宣告一個變數 這個宣告變數就是說 你宣告 理論上在VBA裡面 你不宣告 變數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宣告變數也可以啦 不過理論上面你要多學一個東西 宣告的方式如果我要把它宣告成全域變數的話 那你一定要把它寫在第一行 就是最上面 模組的最上面 然後開頭一定要是DIM DIM DIM就是宣告的意思 宣告一個 其實有意思就是跟記憶體要一個空間 然後你空間名稱叫R 這樣子就完成了 你可以定一個R這樣子 那頂多就是說如果你要再再清晰一點 你要跟記憶體 要有空間就是R 裡面要放什麼資料呢 那資料型態裡面很多啦 可能有文字有數字 可能有那個 Tru Force 布林啊等等的 或者是日期啦 那如果說你不指定的話 他會 放一個萬用的 反正你放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那如果說你要精細一點啦 有很多 其實其他程式語言 會比較精細啦 那VBA其實我覺得他 他還蠻 就是 粗略的 他有些如果你不宣告OK 那如果你要給一個正確的資料形態 可以啊 只是說你要S 後面加一個AS S 空一格之後他會問你說 那你的資料形態要給這個空間給什麼 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數字的一個整數的話 那你就是要加什麼叫Integer IN 這邊有一個叫Integer這個 他這個地方呢 就是可以讓你放什麼 來放一個整數 如果說你要放置串的話 就是String 置串 S T 那當然除了這兩種之外 那當然除了這兩種之外 比較常用的 像 整數啦 Integer 然後 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建議是用Double Do Double 這個 Double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宣告成Double 那以這一題來看 我是建議那你用Integer 整數就可以 因為他列 回來的話 應該是一個數字 那我宣告在這裡 我是應該理論 這個 意思就是大家可以共用 所以變成說如果有人把資料 存在那上面的話 比如說這邊只要一個 其他如果都不加的話 比如說這邊我只有 實現這個 有加其他都不加 其他都不加 那只要怎麼樣 只要他有存 只有執行的話 那比如說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那他基本上呢 如果變更的話 他 就是 大家都會 可以共同使用他 他是放在全域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我把它執行這個 加框線 那目前呢 這個 R裡面沒有東西 如果把它執行 F8 F8是主行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可以看到 機台 他沒有出現 我看一下 R裡面放什麼 他裡面就放個9 OK 就是把這個 資料放進去 他預設是0 因為他是個整數嘛 預設是 0 然後呢這個時候 列數是9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9了 那將來當然 你只要宣告一次 其他的話呢 也就會跟他共用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有沒有 其他 不過前提是 你第一次執行的話 一定要是按這個按鈕 不然的話 他 如果沒有 偵測到R 的話 比如說我們剛剛 第一次執行的話 沒有先執行他 去執行別的 那他 畫出來可能R會是0 0的話意思是說 他也不會去畫任何的表格 所以特別注意 一定要先按這個 那如果說你擔心說 將來 那個R 第一次沒有 沒有正確執行的話 或許你 甚至可以把這個R 執行的時間點 可以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執行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物件裡面 有一個叫 List Workbook 你可以把這個 不過 那 就是這個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放在List Workbook 當這個工作部怎麼樣 被open的時候 那 我就怎麼樣呢 先把 不過 不行 這個 放在這裡 就把這個 數字呢 丟給R這個變數 自動就會 一定會有 先有一個數字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 剛剛 有提到過啦 所以順便講一下 有關那個變數的那個 宣告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宣告 定一個R 這個R的名稱呢 你可以自己定義 這個名稱的話呢 是我們自己可以取的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他的資料形態 那你資料形態的話呢 當然 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啦 如果你假設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講過 你可以直接 indeger上面按一個F1吧 我記得F1按下去啊 他也會怎麼樣 跳出跟你講說 這個indeger的形態呢 裡面可以放什麼樣的範圍資料呢 他就是 正負 三二七六七 之間 但如果說你這個數字啊 超過 這個範圍的話 那程式呢 也會 會有bug 會跳掉 所以當然如果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變數的話 那你可以這邊有還有其他的 像loan 或者是其他的資料形態 那我想這個部分 loan的話當然他的那個範圍就更大 最多可以到 21億多啦 如果說你擔心那個資料會有放不下的問題的話 可以用這個loan 其他的話還有像 其他的資料形態 資料形態的部分 這些資料形態摘要 這邊有個資料形態的列表 至於說你要放哪些資料比較恰當的話 自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 主要大概區分成整數 整數的話就loan跟indeger 如果你的整數比較大就是loan 比較小一點點就是 大概是三二七六七以內的話 最大不會超過的話 那你就用integer 那如果是字串的話呢 那就stream 再來就是如果是 浮點就是浮點就是有小數點的話 一般會用double 或者是可能在稍微大一點的話你可以用dissimo 不過一般都用double大概就足夠了 其他的話 還有什麼 還有date 再至於 upject這個比較少用一些些 OK 所以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話 油標放在這上面按一個 F1 然後找一下那個請參閱 這邊有個什麼 資料形態 摘要這個 OK 裡面就有相關的敘述 或者一般的書籍 其實VBA書籍前面也有一些 資料形態的敘述 那其實就是你這個變數裡面能放什麼樣的資料 不過 VBA彈性真的蠻大 但是甚至你後面 sinteger可以不用加 反正你如果不想 自己去定的話 這個後面這個可以拿掉 他也可以接受 OK好 這個是第一個有關那個資料形態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會自動取得這個 R的位置 不過 他這個地方是向下 可是如果向右 那這個地方就有問題了 我們剛剛是G欄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可能在H欄也有資料 那如果我希望呢 直接從這邊 Ctrl向右 而不是向下的話 我希望自動追蹤到最右邊那一欄 將來的話呢 我就自動追到那一欄之後 然後怎麼樣呢 自動幫我畫出來 就是到 最右邊那一欄 如果有欄 欄位名稱的話 那自動幫我畫到這裡 該怎麼做 基本上這個難度又會比較高一些 不過剛好 之前有同學問到 我就順便講一下 除了R之外 也許我們可以再多一個 明顯假設 叫C好了 C的話呢 如果要追蹤呢 一樣 從哪邊追蹤呢 從B2追蹤好了 因為這個BA1裡面沒資料 如果有A1有資料 你可以從A1偵測 那我們可以Range 錢瓜糊 然後Range 從B2偵測 所以你打個B2 OK 那B2裡面向右偵測的話 把它打個大小 點 這邊的話呢 你打個E End 錢瓜糊之後的話呢 向右 所以你可以找到 XL ToRight 剛剛是 這個Done 你把它ToRight 後瓜糊 點下去前面是什麼 Row 去抓到列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抓到什麼 特別主要 向右 內藍 不是列 是藍 這裡的話呢 你就可能要用什麼Column 特別主要 屬性要用Column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幫你追蹤到 那特別主要Column 他回來不會是H 的字串 他回來的會是一個數字 所以回來的話 這應該是678 回來應該是第8 OK所以會是一個數字 這個是9 這是8 那可是問題如果我今天呢 要讓他可以怎麼樣 可以自動在 把這個地方要更自動的話 特別注意 我把它再 改一下 這個先註解掉 我把它拿 拿這個來改 那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Range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我們剛剛的敘述 只是把那個R給改掉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藍列都要重新定義的話 那建議各位可以Sales 這個Sales1 指的是你 左上角的位置 Sales2指的是你右下角的位置 OK也就是說一個斜邊 那 所以這裡的話必須給Sales 那Sales我就什麼 告訴他說我的左上角 那個儲存格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在A1 所以呢告訴大家說 第一列 豆點A 我從那個 A1這個地方 這個是Sales1 指的是左上角的那個位置 豆點 Sales2指的是右下角那個 那因為呢這邊需要兩個數字 一樣用Sales物件 錢瓜糊 它會出現什麼呢 那你要給我一個Raw的index 哪一列啊 這時候你給它R就可以了 R列 OK 它會兩個數字 豆點 哪一欄啊 給它C 意思是說 反正它是偵測到的結果啦 也就是右下角那個 那個儲存格的位置呢 是跟著什麼 追蹤到的結果而來的 OK所以這樣寫 這個是左上角 這個是右下角的那個儲存格 然後後刮鬍 然後面的話都一樣 點Bolder這個 這個都一樣 所以我把這個 點Bolder時的LightStyle 把它複製到後面 這樣就完成了 OK 那這種方式的話呢 就會自動怎麼樣 去追蹤最下列 跟最右 最右欄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自動去幫你畫出一個範圍 不過又要需要多做一些一個 多產生一個變數啦 這個變數 C 第二個是 Range的寫法 可能你就是要用 裡面放兩個Sales 一個Sales是左上角的位置 一個是 右下角的位置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其他的話呢 我想 自己改一下啦 大概做一個 其他的做法 大家都差不多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做完之後的結果 清除框線 這個R 所以這個R 沒有初始化 OK好反正 先給他一個 變成他沒有初始 好 再來的話 剛剛這個 我們剛剛 加框線這個點下去 那因為他會追蹤到這個 跟這個 所以理論上畫出來 應該是在 看一下 C的話是向右偵測到 理論上應該是在這個 這個回來應該是8 A1 這個是A1 A1從這邊 一直到 9 這個應該會是到 這邊才對 對 這個 對對對 這個要B 對對對 這個啦 追蹤的 起始位置 剛剛放這邊 追到這裡 如果放這裡應該追到這裡 OK好 試一下 這邊 沒錯 所以追蹤的點 從這邊追過來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的改法 我想都一樣 請各位自己在 試著把這邊 其他的地方 改改改看 關鍵又多一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一下 試一下 最後一次 這次 變成 平泡 有 有 有 也有